为在台中市东区的乐成宫 供奉天上圣母汉西妈祖 不仅是一家百年以上的宗庙 也是台中市的历史古迹 为了关心弱势族群跟长者 2019年1月19号上午 乐成宫特别在庙前广场 举办一场睡末寒冬送卵的爱心活动 针对400户的弱势家庭 资政2000块钱的慰问金 以及5公斤的白米 跟3公斤的沙拉油等爱心物资 希望能够展现社会的关怀跟散心 台中乐成宫董事长郭送卵的公益活动 主要是配合台中市政府民政局 跟社会局关心弱势的政策 尽一份宗教团体对社会的责任 乐成宫也会在春节期间 发放钱母 还有一连串的艺文展览 希望民众可以利用春节期间 走一趟乐成宫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过好年 台中市今天上午天气相当不错 所以一大早就有许多接受捐赠的民众前来排队 让乐成宫前的广场人潮满满 气氛相当温馨热闹 乐成宫表示 所谓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乐成宫会持续举办寒冬送卵活动 让社会更加温馨祥和 打造幸福友善的城市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朱克明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